前阵子日汽车遭遇了一场大地震 日本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巨头 曙光制动器工业诸事会社 被曝数据造假长达近20年 大家平时可能对供应商关注比较少 对这家公司没啥概念 雷雷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曙光制动器似如其名 主要是开发制导刹车系统的 公司规模完全称得上行业巨头 在日本本土曙光是毫无争议的刹车剪龙头老大 市场占有率稳稳No.1 丰田 本田 日产 马自达 斯巴鲁 凡是你能想到的日系厂家 基本全在用他家的货 顺带一提啊 曙光目前最大的股东 是持股超过11%的丰田 接连两场地震 丰田都是损失最惨重的 天灾人祸 起躺枪 老倒霉的二老 在海外市场 曙光也有一堆重量节客户 美国的通用 福特 克莱斯勒 欧洲的大众 奥迪 奔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业界大佬 居然闹出了数据造假的丑闻 而且还是惊天大数目 根据曙光自己公布的罪状 他们的造假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 11万4271件产品的质检数据 是篡改或者编造出来的 具体造假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 在生产完成后 篡改产品的强度数据 有的项目还没开工 检测单就已经填写得满满当当了 更触目惊心的是 这期间曙光官方报告过的产品 一共是192213件 也就是说呀 造假率几乎达到了60% 咱们简单捋一下 数据造假的是什么东西呢 刹车 造假的是什么缓解呢 质检 为什么质检要造假呢 雅根没检 或者检了不合格呗 细思恐极 所以这是一出来车圈 尤其是日本本土那边直接就炸了 刹车这种最性命攸关的零部件 也敢这样糊弄 买到造假产品的倒霉车主们 岂不是每踩一脚刹车 都约等于赌一次命 根据曙光的声明 这次事件一共布局了10家日系品牌 具体是哪几家呀 无可奉告 要保护对方的隐私 然而叫得出的日系车品牌 差不多也就是家 换句话说呢 日系车几乎就是全军覆没了 这么严重的问题 总得给个解决方案吧 按照惯例啊 召回肯定是摆上钉钉 但曙光的操作 简直可以说刷新三观了 他们一边90度鞠躬 说自己错了 一边又宣称 涉事产品没有质量问题 所以不会召回 曙光表示自己和买家们确认过了 都认为虽然数据是假的 但是质量过关 所以达成了不召回的共识 嗯 这话听着耳熟 我抽烟喝酒 纹身烫头达家辍学 但我是个好孩子 雷雷真的很好奇啊 已经流入市场的产品 是怎么被确定质量过关的呢 更何况曙光自己都说了 数据造假的产品里有4931例 没达到客户要求的标准值 这不就是不合格吗 所以啊 曙光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已经很明显了 生辞有命 富贵在天 鞠躬可以 召回 免谈 不管车主们怎么想 反正我就是一口咬词 质量没问题 赌上名声也要保住钱包 相信看到这里 开日系车的小伙伴们 心里肯定很慌 很想知道自己的车中招了没 这个问题啊 已经有记者帮大家问过了 曙光的回答是 暂时无法确认 所设计的零部件 在组装成汽车后 是否出口到海外市场 言外遮忆是 国产的日系车都没事 至于全进口的 雷克萨斯和斯巴鲁 也有一位内部人士透露 目前没有问题 车辆流入中国市场的证据 应该也是没事的 大家要是实在不放心 可以去4S电锦查下刹车系统 虽然曙光这次的大节奏 对于国内车主来说 大概率只是虚惊一场 但最近几年 日本汽车行业的丑闻 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很多还都和大家的利益 紧密相关 远一点的高铁杀人气囊 受影响的品牌不计其数 直到现在都还在 陆陆续续召回呢 近一点的 17年日产 斯巴鲁30 分别被爆质检数据造假 此外还有轰动一时的 神虎钢事件 18年30 马斯达灵目 又被爆油耗排放数据造假 再近一点 去年日历金属 也完结了违规检查 篡改数据 然后一级震惊车圈的 电装油泵门 几乎又把全部日系品牌 脱下了水 电装出事短短一个多月后 日本最大的安全带生产商 军盛安全系统公司 又通过篡改数据 把900万条不合格的安全带 扔进了市场 其中 甚至包括儿童座椅 专用的安全带 于是日本制造最引以为傲的 工匠精神 在短短几年内 形象崩塌 变成了让人哭笑不得的 工匠精神 世界上没有鞠躬 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有 那就再鞠一次 对于这些满脑子 只有钱钱钱 把数据造假 偷工解料 当家常便饭 把犯错 鞠躬 再犯再鞠 刻进DNA的工匠们 累累只想说呀 日本道歉的传统异能 除了鞠躬 不是还有个切腹吗 鞠躬 大家早就看腻了 要不下次 直接快进到另一个 给大家整点新鲜的 感谢观看